男人在天蒙蒙亮时就被闹钟吵醒 打开电视 看到的却是前几天的新闻 里面正报道着 当时一架太空探测器掉落 周围的人群互相追逐撕咬 不过肖恩并没有在意 悠闲地享受着他的早餐 当天他收到女友跟他分手的消息 这让他整天无精打采 就算向顾客介绍电视也显得漫不惊心 下班之后 他叫上自己的好友小胖一起去酒吧 肖恩为情所困喝了一杯又一杯 小胖则纯属酒名粉 就这样两人也不知喝了多少 迷迷糊糊地记得 当时出了酒吧 在路上遇到一个奇怪的人 两人还特意为他表演了一段急性说唱 宿醉的两人迷迷糊糊地起床 发现自家后院竟然有个陌生女人 看到肖恩直接哭倒 小胖哪见过这么主动的女人 当即准备回去拿相机准备为肖恩记录 肖恩虽然刚跟女友分手 但也吃不消这么主动的人 顾承祥只是轻轻推了一下 女人竟直接跌倒在钢管上 直接来了的对车 哥俩都傻了 连忙准备叫救护车 却见女人颤颤巍巍地站了起 这差点吓得两人魂都飞了 赶紧跑回房间 回顾之前的新闻才知道 城市出现了丧尸 他们的弱点就是头部 听到这 两人就放下心来了 刚好外面就有落单的丧尸 天在难逢的好机会 哥俩决定先练练手 一身血的他们坐在沙发上填着雪糕 这时肖恩老妈打来电话 好消息是老妈没事 坏消息是肌肤被咬 说不定下秒就变丧尸了 这可不能犹豫 当即就准备出发拯救老妈 男人为了在丧尸遍布的城市 安全地拯救老妈跟女友 他特意想了一个计划出来 开着朋友的斗舞 一路来到老妈家 给应该已经变成丧尸的继父一棒槌 然后再开车去救女友 嗯 完美 不过嗜酒如命的朋友小胖提出了意见 他担心肖恩女友家没有酒 所以提议最后目的地设置为酒吧 肖恩觉得有道理 便将计划修改一下 救完女友再去酒吧 小胖当即表示赞同 现在开车出发 不过当肖恩来到老妈家 正准备给继父来一棒槌的时候 却发现继父好好的 看着手上的武器 这可有点尴尬 不过还好老妈及时出现 虽然这超出了肖恩的介绍 不过也没关系 多了一个人而已 车坐得下 而在外面的小胖看中了继父的车 当即转动他那聪明的小肚子 一脚油门将自己的车干费 随后顺理成章地耐到了继父的车钥匙 正当他们准备上车离开时 继父却被突然出现的丧尸养了 肖恩当即点了丧尸意见 而节俭的小胖硬是抽完最后一桶 来上前帮忙 除了继父再次备养之外 一切都在肖恩的计划之中 来到女友楼下 肖恩决定自己孤身前往 敲开女友家门才发现 里面不止女友一员 好吗 肖恩只得又改变一下计划 接到老妈跟继父 再去见女友跟她朋友 然后七个人开车前往酒吧 于是便准备带着女友三人 准备去跟小胖会合 一路上肖恩熟练地清理着丧尸 净显男人气概 不得不说小胖有仙剑之名 看上了继父的武林 这才让七个人成功挤在一辆车上 而此时的继父知道 自己马上就要加货细心了 便跟肖恩倾诉着内心的话 他一直希望自己能做个好父亲 也相信肖恩是个优秀的人 但是因为自己的表书问 这才让双方产生了隔阂 这番话让肖恩泪流满面 看着没有气息的继父 肖恩十分痛恋 告诉老妈肖父已经没了 但老妈转头看了一眼 肖父突然变成了丧尸 这直接就把肖恩的眼泪都吓了回去 连忙汽车跑路 准备步行前往酒吧 城市爆发丧尸病毒 人们都被感染 但眼下这群不要命的人 竟然还打算前往酒吧 浑然不知周围停留着大量的丧尸 眼下情况危机四伏 又到了小胖发挥的时候 他再次转动聪明的小肚子 示意大伙装扮成丧尸混进去 还真别说 瞧着妖娆的步伐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就是丧尸 成功来到酒吧门口 肖恩发现 酒吧老板竟然有随手关门的习惯 正当众人鸣思苦想的时候 小胖竟然旁若无人地接起了电话 肖恩十分气愤 狠狠打掉了小胖的手机 并冲着他怒火道 人都变丧尸了 怎么还有人给你打电话 然而更尴尬的是 肖恩一回头 所有丧尸即可地看着他们 为了众人的安全 肖恩准备牺牲自己 将丧尸都吸引开 众人这才得以安全进入酒吧 在众人翘首以判处 肖恩安全回归 可此时小胖觉得 酒吧太沉闷了 刚好看到一旁的游戏机 便迫不及待地玩了起来 好家伙 直接一个大门关 这下的肖恩差点直接到了小胖 总觉得这家伙就是丧尸派过来的一名 而酒吧老板也可吸引他 这可吓了众人一跳 而此时来到了12点 酒吧的音乐随之响了起来 丧尸再在外面张牙舞爪 而肖恩一群人 则跟着音乐的节奏 配合老板摇摆了起来 可能丧尸觉得众人的物资 实在是不堪入目 他们闯入酒吧 众人也接连也倒在了丧尸群中 好在最后剩下的三人 即使找到了一个地下室 当即就躲了进去 可很快丧尸就发现了他们 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 小胖决定自己断后 而肖恩跟女友来到外面时 却发现四周都是丧尸 正当他们绝望的时候 一道强光照亮了周围 训练有素的士兵排成一排 瞬间就解决了所有丧尸 两人也成功活了下 画面一转半年过去 剩余的人类竟然开始圈养丧尸 让他们变成了免费劳动力 肖恩当然紧跟潮流 他将小胖找了回来 哥俩继续了以前没羞没骚的生活